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翔花匠 进入9月份了 又到了桂花开花的季节 有一位朋友留言说 他养的桂花为什么一年多了 一直没有开过花 给你我养的桂花的情侦 我为大家分享几点 我新年这部单位 现在已经长满了花宝 我要一定开花了 桂花是去劝光做的 我们提倡养的树 要放到硬币的环境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个花压的 必须得把这桂花的桂花往下 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集体一定的用量 来供给它这个花压绘化 绘化绘化是微专性的土壤 平常我们原子绘化的时候 这个配置土壤非常重要 一般我们可以用浮叶图和这个圆图 加上这个核 比例我们按2比2比1就可以 它的偏讯质一般在5.5至6.5之间 也可以用这个核上和这个浮叶图 哥们的这个配置方法 对它的这个身高特别危险 因为这个桂花的这个根系比较发达 它每年存求两次抽烧 平常我们必须得最适当修剑 修剑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内部的这个内桃子 和这个本松子 连这个杆子都给了剪掉 印象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内桃子比较短 它不利于通风 我们平常修剑 必须得把它修剑掉 已利于通风 修进它的这个花压绘化 除此它多开发 因为桂花这个花压三分之二一少 做成在档年生枝条的一到三件上 第二部一到六件 做发黑色甚至不开发 一次平常我们修剑的时候 不能进行专件 只能坚持这个内桃子 并松子 或者是这个陷阅子 对于上部枝条长的黑网 下部枝也没有的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专件 让它重新蒙发洗手 修行呢 我就给大家说再想 这个桂花球季的脚水 我们必须平常拨持这个配土为措施 千万不能让配土过干 配土为导致这个乱发若离的现象 桂花在花压分化期和开发之前 我们必须得给它追思这个林甲地 以吐使这个滑梨的形成 和滑爪的正常开放 在球末动作的时候 唯独地位领住一下 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冷室内外 千万不能放到温度黑高的室内 因为高位设斗 它这个容易出生血压 影响那样的开发数量 好了 关于北伐的养殖学知识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喜欢的在视频下发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